字幕志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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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跟大家讲的成语 这四个字 怎么读呢 读崖 这个读字 崖字必报 这个崖是跟三点水即是新崖的崖 一样读法 这个不要看错了是个佳字 这个是 岂有此理的此字 底下是个木字 是读字字 崖字必报 为什么呢 首先解这两个字 这个字分别独立来解 都是解眼角的意思 崖 眼角 字也是眼角 但是这两个字合起来 作为一个词语 是一个动词 是解对别人露目相向 就是睁大眼看着人 就叫做崖字 一个人很生气 睁大眼睁它 就叫做崖字 那什么叫崖字必报呢 现在我们听得多了 就是说 他做什么事 眼睛瞧瞧瞧我 那 砰 什么呀 可以打架的了 人家用眼睛 灯一灯你 所以你就当了它是仇人 就要报复 那就要知道崖字必报 那这个字是古书来的 史记里面 在这个饭蜀菜窄转 就有一句这样的说法 叫做一饭之德必尝 崖字之怨必报 一饭之德 请你吃餐饭 一定回报 如果他眼睛瞧我呢 他就是个仇人 一定要报复 即使这些小恩小惠 或者 一些小的仇怨 他都很计较的 一个这样的人 你喜不喜欢这些人 和这些人做朋友呢 那 就是见仁见智 那现在呢 这两个字呢 独立就很少用的了 很少你见到会有人呢 只是说一个艾字 或者说一个字字 就表示眼角 甚至呢 用艾字 这个词呢 都会很少的了 唯一就出现呢 就在这个 艾字必报 这个诚语里面而已 所以有些人见到这两个字 读得 不准确呢 也都不奇怪 以前呢 我在立法会的时候 就有一个同事 整天他发言呢 都讲 这个词语的 艾字必报啊 那 现在他离开了之后呢 很少听到了 那他当时是讲哪个呢 可能都不止一个人的 但是他是专门针对高官 大家知道的了 那 无论怎样 艾字必报 就 可能呢 都不容易 就是 交到朋友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